小慧 小慧 真的对不起 那天的事 对不起 没想到 最后是个虚假的情况 连一个内奸都没有 如果有一个内奸 那那个内奸一定是我 对不对 小慧 对不起 不用管我对不起 你也只是在完成你的训练任务 你没有违反规则 如果我让你受到了伤害 我愿意向你道歉 不用了 我当然要谢谢你了 谢谢你让我成长了 让我长大了 让我从一个肤浅的小女孩 变成了一个心机百变的女人 谢谢你让我知道 感动跟爱情是没有关系的 也让我知道付出 不一定有回报 因为我们我们需要四孙 照顾锦庆三昕 做赶口 笑 或缸 没有 我们忘记 lock 祝你幸福 怎么了你 还生气呢 你别生气了 多大个事啊 是不是 那哥们儿要搁以前跟你有的一瓶 丁一 你怎么才吃饭啊 我值班 所以来晚了 我也是 出了公差 所以晚到了 小慧 那个值班给我留这么多菜 我也吃不完 你帮我吃点呗 行 今天这饭看上去真有水平 确实不错 随时班最近大有涨劲 丁一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行啊 你不集合我呢 那件事呢 不怪你 那都是菜米他们搞的鬼 在那种情况下 你没办法不听他们的 我就知道 皇上你是英明神武的 有什么事 说吧 只要你给出题目 我就一个字 全心全意 全神关注 全力以赴 你这都十二个字了吧 这样的 蒋之导啊 给我单独操练 他给我布置了一篇作业 可是如果我不想写 你能不能帮我写啊 没问题啊 正好云队长现在也单个操练我 也给我布置了作业 两个作业 一块写 左右开工 丁一 你实在是太靠谱了 那当然了 路遥知马力日久能见人心 明白了吧 丁一 你知道吗 你这个人啊 最大的优点就是简单 心里想什么 表情就是什么样子 给人一种安全感 真的吗 不像有的人 高楼万丈 表里不一 你永远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心里想得跟嘴上说的 都超过地球和月亮的距离 没错 我也最烦那样的人了 还有人 原来挺好的 现在呢 也表现出一副 张三 李四 周五正王的样子 什么东东啊 哥们儿我 现在都懒得理他 来了 曾队长 我上次布置你的作业完成得怎么样了 完成了 而且完成得堪称完美 是什么 来来来 我看看啊 看什么呢 乔巴你美得这样 这事可我能告诉你啊 你要是知道了 肯定干坏事 你也太小巧我的洞察力了 我猜猜啊 肯定是哪个师姐 你以为都像你呢 师姐杀手 不是师姐的话 就是哪个师妹 谁都不是 是高颖 他去英国了 咱们这儿没发通电话 他只能给我写信 去英国了 怪不得最近消停了 别这么说 他还没长大呢 再大几岁就好了 他说这是他有生以来 写的第一封书信 之前都是发短信发微信 有区别吗 太有区别了 这多有分量啊 我觉得都是一样 你这是典型的羡慕嫉妒恨 可能吧 完成得不错 不过跟蔡米和傅春比 你是不是书看得上不得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 净睡觉了 要不就是做生意 那你下一阶段可得努力了啊 把我布置给你的那些书目 全部看一遍 我和蔡米傅春比 差距很大吗 恕我直言 你跟他们比呢 稍显肤浅了一些 当然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深一点浅一点无所谓 那各有各的活法 不过在101分队 浮潜会妨碍你成为一名 优秀的战斗员 还有一点啊 你小子面对困难 是不是容易畏惧啊 这一点 你和傅春和蔡米相比的话 傅春我就不说了啊 他面对困难 一直有一种顽强的斗志 我就说蔡米 他的成长环境要比你优越 但是我发现在他身上 有一种宝贵的特质 那就是蔑视困难 如果说困难是一块石头的话 他会唱着歌 踩着石头往上走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行了 回去吧 是 董事长 别玩了啊 快熄灯了 好嘞 部署 到 今天晚上你投半个 是 你这是什么毛病啊 每天那些数好几遍 我刚才没数清楚 你这是强迫症 是你真讲的 没什么坏处 为不为 你又怎么了 你又怎么了 每天单独操练 我真快受不了了 操练你什么啊 新来那个刘志导 语重心长 一语双关 苦口婆心的 我原本以为 我妈已经够老大了 没想到和她比起来 我妈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沉默寡言的人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结束你的单独操练什么 什么办法 不过我有个条件 你说 你先回答我 你说领导为什么要操练你 这还用问吗 还不是被你们陷害的 你看 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的想法要是不改变的话 领导那对你的操练 是没完没了的 那我怎么改变 他们对我的看法 我问你啊 你觉不觉得 君子前最近有点强迫症 人家是想好上加好 人家追求完美 他这个就是强迫症 我得修理他一下 你怎么修理他 我这个想法 一个人完成不了 你必须跟我一起 等你把傅春修理好了 领导一看 呵 你丁一已经到达他 这个境地了 还操练个什么劲啊 保证你以后 再也不用听他们唠叨了 你是不是又忽悠我啊 这就是哪个招啊 完了完了 你已经神经过敏了 不跟你说了 我明白了 这一招叫顺手牵羊 回去写好了啊 写好了 我一会儿悠回去 我帮你检查一下 凭什么呀 你给师姐打电话 没给我听一下 我这是为你好 我帮你检查一下 有没有错别字 哥们 我也担心你 你仔细检查了没有 你必须一个字 一个字地检查 否则一不小心 就会出现错别字 前两天 我给安协会写了一个纸条 就几个字 都出现错别字了 安协会把我好一顿讽刺 丢人丢到家了 怎么丢人啊 这个我拿手 我帮你检查一下 休想 我回去帮你看 没有错片子 你这叫什么检查呀 太潦草了吧 这么随随便便的 能查出来错片子吗 是啊 你只有一个检查教队 人家教队的时候 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过眼 他又把它念出来的 你听我说啊 书上说 当年乾隆让季晓岚编字典的时候 错一个字扣五两银子 就这样 这又是圣旨又扣银子 还保不着又错别字 所以 哥们 我劝你再仔细检查一遍 万一出什么错 可没有后悔药可是 那你看看吧 福纯 福纯 饮料都给你交好了 喝上了 福纯 你信呢 投到油桶里了 怎么了 啊 你发了 发了呀 当然发了 刚才我们两个还在说 你信上的地址好像写错了 写错了 应该是 Lancaster University 对不对 对啊 我就这么写的 不不不 你好像写的是 Lancaster University 写错了一个字母 不会吧 现前我们两个也没发现 这坐下喝了一会儿 才回过味儿来 蔡明 你不是也看见地址了吗 我记得也是ZT12 写的是ZT12 那怎么办呀 这第一 这第一个信封肯定没错 这第二个信封 也不应该有错啊 第三个信封 莫非我第三个信封写错了 你肯定写错了 我看得清清楚楚 应该是ZT12 应该是 没写错呀 那他人呢 那个在油桶旁边了 等着油的月来了 把油桶打开 把心取回来 这不是让我们两个过来 替他请假吗 这个主意不错 我估计啊 一会儿他知道自己上当了 这记忆肯定会跟他一段时间 他这个强迫症的毛病 将来肯定会得到注意 没错 这强迫症 他以前就有了一点 经过上次的训练之后呢 病情加重了 我还正要跟你们说呢 他这是毛病 得治 这你们谁的鬼主意啊 除了丁一 谁有这么一肚子坏事啊 丁一 行啊 看来这几次的单独训练 还是很有效果 那我的单独操练课程 什么时候可以结业 那这不好说 今天可帮你出气了 君子健 被我们收拾的狼狈不堪 他就像被我们摔上了绳子 让他往哪儿走 他就往哪儿走 我对他的事不感兴趣 你不用跟我说了 不想听他的事 其实我对他也不感兴趣 是菜米拉着我的 菜米是讨好我 借机向我道歉 你的衣服我帮你洗吧 不不 不用 我自己洗就行了 我帮你吧 谢谢 所有人往这儿看 这片区域就是三号海区 这些星星点点呢 就是七号群岛 大大小小加在一起 有三十多个岛员 任务想定是 有红色舰队攻占蓝色舰队守护的 七号群岛 我们的任务有两个 第一 配合红色指挥部统一作战 实施心理干扰 第二 从你们中间 选派二十名同志 执行特别任务 具体任务 一会儿 我会向相关同志单独交代 下面由宋部队长 宣布人员名单 是 下面 我宣布人员名单 根据导演部的指示 从我们分队 抽调你们二十名同志 组成特别部队 深入敌后 参加这一次彩虹一号作战计划 你们的代号是 彩虹中队 菜米 到 任命你为彩虹中队队长 是 不准 到 任命你为彩虹中队副队长 是 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 101分队的所有军官 不得参加此次行动 也就是说 整个行动的过程 是由你们自主完成的 我希望你们 深切领会上级领导的作战意图 调动自己的全部智慧 环节全部同志 不许给我丢脸 听明白了吗 是 这就是叶克岛 它位于七号群岛的北侧 距离主岛 二十三公里 地理位置相对独立 岛上的守军 是蓝色舰队的 叶克岛大队 还有其他的配处部队 总兵力两千左右 他们的作战任务就是 依靠强大的防守 拖延红色舰队 对于七号群岛 主岛攻击的速度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叶克岛 已经变成了七号群岛的 刘光组 中校军线 叶克岛大队的大队长 根据导演部的设计 刘光组三十五岁 已婚 育有子女各一名 中产阶级家庭出身 大选文化背景 真的有刘光组这个人吗 当然存在了 他就在党上 而且在整个演习的 过程当中 他是一个客观存在 为什么要策反他 是不是有过什么接触 没有任何接触 导演部认为 根据刘光组的 和人情况 以及他现在所处的环境 他有可能会策反 但是 最后是否成功策反 将根据你们的作战方案 综合评价 也就是说 最后的策反坚果 是根据你们的作战质量 来决定的 那还有没有 更进一步的资料 如果需要 其他更多的资料 可以向导演部索取 根据导演部的作战方案 他们会适当提供的 我最后强调一点 导演部 给你们制定了一条 特别队里 如果你们碰到了 无法应对的情况 可以中断任务 退出演习 也就是说 不要乱来 不要冒险 安全第一 明白了吗 明白 知道 这条件事 这条件事 在这条件事 找到我们的 可以告诉你 多主人 那条件事 续分之 是叫 倒空谷掉这一线 要严加看看 大队长 蓝色舰队情报 1109号 红色舰队将于今晚派遣特别部队潜入叶克岛 任务不明 请密切关注 特别部队 是 是不是特种兵 应该不是的 如果是特种兵 情报上直接就说了 不应该说成特别部队 从来没有这个说法 那是什么部队 先不管这些了 这都已经半夜了 情报这个时候才到 说不定那些人都已经上岛了 导演部有可能是故意的 先把这些人派上岛 然后才把情报下达给我们 导演不想干什么呀这是 我们到叶克岛这么多天 还没遇到什么大的情况 说不定啊 这就是个开始了 记录命令 是 第一 明天天亮之前 封锁所有登录点 没有我的批准 任何人不许登岛 第二 加强岗哨 提高警惕 严阵以待 对所有人员严加盘查 绝不放过任何疑点 第三 第一中队和第二中队 组成机动分队 由我亲自指挥 十分钟以后 指挥部门口集合 是 是 是 好像是他们的部队在集合 是不是针对我们的 这个时间 刘光组应该接到情报 定一 导航一 对下 没错 刘光组的指挥部 就在那个方向 距离医疗队还有多远 不远了 只有三百多米 好 听我口令 出发 刘童少 尹闭 尹闭 向我靠拢 好 人都齐了吗 齐了 好 听我口令 目标一流队 出发 站住 口令 万里 回令 海江 深更半夜的 弄这么紧张干什么呀 把他们带队的叫过来 你们带队的过来 你们哪个单位的 我们是通讯中心的 要到三号高地去 深更半夜的去三号高地干嘛 我们有命令啊 天亮之前一定要到三号高地开通全职 我们也有命令 对过往人员严格检查 我接到通知啊 说这个红色舰队的特种部队 今天就要登陆叶寇岛 你们也加点小钱 万一让狗日的登陆了 我们也特别麻烦 是不是 谁跟你瞎说 叶寇这儿巴掌大的地方 到处都是明寿暗寿 他们要是敢登到 衣棍端 还是你们牛 好 喂 总集 帮我接值班室 好的 请稍等 喂 你好 值班室 是 请问是哪位首长 什么首长 我是二号哨 现在有一批通讯中心的人 过我们哨卡 有多少人 二十几个吧 有男有女 那就对了 有这么回事 允许他们通过 明白 好了 谢谢你啊 谢谢啊 谢谢啊 走吧 弟兄们 快点快点啊 抓紧时间啊 天亮之前要赶到三号高地啊 快点快点 麻烦你了啊 弟兄们 辛苦了 我说 打擾了 你去哪边的 看起来 看起来 你去哪边的 看起来 你去哪边的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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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边的 看起来 你们三个 这边的检查检查 不知道 要不这样吧 我们磨叽一下 等等他吧 所有人停下来云地休息 进来 这 怎么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冷军搞烧 我过不去了 那怎么办 要不就说 我们是通讯部队的 出来检查线路 谁给白夜 一个女兵和男兵查线 谁信呢 那怎么办呀 你到这儿想个办法呀 要是蔡女和福春在就好了 他们肯定有办法 那你去找他们去 我不要你的 来 房大将 你别生气啊 房大将 等等我 肯定是出什么意外了 怎么办 这里是路口 经过的人太多了 我们如果在这儿等下去的话 肯定会出事 我们不能再等了 我们走吧 进了 听好了 不许东长希望 集中注意力 出发 这儿应该不会有人了吧 不知道 菜米说这里到处都是明哨暗哨 你害怕吗 害怕有什么用啊 可 可是我害怕 你别去想那些害怕的事 你就不怕了 我就是这样的 在小青岛守备队的时候 叫桃源叫我的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离道路远一点 别撞上了 去那明哨暗哨 那万一撞上了呢 那我们就是俘虏了呗 不行 我们不能当俘虏 我们要是当了俘虏 那彩虹中队不就暴露了 快跑 你等等我 快跑 你别害怕 他们没发现我们 你别哭了 要再哭我也要哭了 您好 你们有事吗 我要找你们队长 你们队长呢 你们是哪个大位的 我们是导演部的 找你们队长有事 跟我来吧 女队长 有人找你 谁找我 您好 我是导演部的 这位姐姐 您别走 我们还有事跟你商量一下 您先在这儿坐会儿吧 你们到底是哪个单位的 想要干什么 丁导 别着急 我们慢慢聊 请坐 这位姐姐 您也坐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我不是导演部的 你们是 红色舰队的 正确 我想起来了 今天接到通报 红色舰队的人 今天晚上要潜入叶壳岛 这么说就是你们 你正确 按照演戏规则 我们医疗队不分红来 你不能把我们当作俘虏 我们要在你们这里 潜伏一段时间 如果你们是蓝军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把你们抓起来 但是你们不是 我们也用不着这么做 所以只要你们给出承诺 替我们保密就行 这不符合规则吗 当然符合 我们的作战计划 都是通过导演部批准的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 可以去核实一下 我们医疗队 只负责耶科岛上的医疗保障 打仗的事我们不管 只要你们不影响我们的工作 保密 没有问题 挺好的啊 不是普通的保密 什么是彻底的保密呢 就像你们从来没见过我们一样 就像我们这些人 就是你们单位的一样 刚才那位姐姐 刚才见过我们的那些人呢 麻烦你一一地通知一下 等等 你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这个我现在还不能说 不过如果是因为你们泄密 导致了任务失败 由此带来的后果 你们将自己成功 你放心 保密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我们不能配合你们的行动 你们不用配合了 当我们是空气就好 看不见 摸不着 这符合规则吗 当然符合 如果现在是实战的话 我现在就能把你们抓起来 捆成一个大粽子 一个小粽子 不过这不是实战 这是演习 我们不用这么做 通过规则来实现就可以 怎么样 我明白了 刚才还有谁见过他们 你一个一个去通知 一定要保密 谁都不许告诉你 这是演习的一部分 是 我们预计红色舰队 会从这儿 那不是这儿不通过 我们的导致 大队长 导致不通报 红色舰队彩虹中队二十亿人 已于昨天夜间 成功潜入夜客岛 彩虹中队 干什么干 没听说过 他们怎么上来的 那么多岗哨 就没一个发现他们的 能让他们成功登陆 肯定是导演部有意安排的 否则以我们的力量 只要提前几个小时 把情况告诉我们 完全可以彻底封锁 所有的登陆场 先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 是要尽快地发现他们 找到他们 战斗的第一个回合 才真正开始 通知各单位 对警戒区域 展开地毯式搜索 是 向蓝色舰队指挥部报告 请他们进一步提供 有关彩虹中队的背景信息 是 你们判断一下 这个彩虹中队 他们是来干什么呢 会不会是破坏重要目标 信息战时代 破坏重要目标 靠导弹足够 那是为了建立登陆场 接引红色舰队 二十多个人 有能力建立登陆场 就算是建立 能守得住 为了收集情报 这么小一个岛屿 有多少情报可以搜集 还要派出特别部队 大队长 要是我们跟他们交一次手就好了 想个办法 让他们出来亮个相 你们琢磨一下 这些人 会对什么情况感兴趣呢 首长好 你们好 辛苦了 首长 我们已经住在这儿了 这里条件还不错 昨天晚上在登陆的过程当中呢 一共经历了明哨暗哨十多次 我们没飞一枪一弹 全部设定通过 还有李秋和方南疆 执行完任务之后 到现在还没有归队 报告完毕 需不需要通过演习规则 寻找方南疆和李秋 我绝对没有这个必要 这个岛不大 应该算安全 我想在下一步的战斗中 他们有可能归队 我同意你的观点 对了 我代表101全地址战员 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同时我要提醒你们 刘光族已经开始全面搜索你们了 如果你们被抓住 将会以不及格的成绩 光荣归队 放心吧 领导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 听你这句话 你就已经开始轻敌了 说说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吧 耶和达守军指挥部就在这附近 离我们不远 我们打算去逛一选 目的是什么 进一步掌握和了解敌人的情况 然后 有针对性地展开系列公式 同时 还可以安置宣传弹的定位器 想进入虎穴 小心别被老虎咬 放心吧 领导 老虎敢吃我 李队长来了 李队长 你好 干什么呢 正在跟后方联系 就这么通话呀 不怕被蓝色舰队方面监听 这是我们的专用平台 根据演习规则 蓝色舰队不能监听 我们这个平台的所有活动 我说 你们以前是哪个部队的 怎么一个个都这么年轻啊 这个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我可是838医院的 对南方建队的情况也比较清楚 怎么从来不知道 还有你们这些人 对不起 这个情况我现在也不能告诉你 你们哪 一个个就跟天上掉下来的似的 队长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我们这些人呢 决定加入你们医疗队 什么意思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是医疗队下属的防疫队 麻烦你借点白大罐啊 药水啊 之类的这些道具给我们 这 不是让我配合你的行动吗 不是配合 是强迫 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特别的暴力 比方说用这个手枪 顶住你的脑门 用匕首卡住你的喉咙 还有用棍子抽你 用板砖拍你等等等等 血腥极了 当然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医疗队的伙食特别好 你们这些小兵 行 我去给你们准备 谢谢领导 谢谢领导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医疗队的 来进行一下防疫消毒工作 没有接到通知啊 你吃早饭了吗 吃了 那你接到吃早饭的通知了吗 那你们等一会儿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打什么电话呀 我们都进去消一下毒 我马上就出来了 不用那么复杂的 对呀 不行 还是要打个电话 什么事 他们是医疗队的 要进来配药水 我们没有接到通知 你们这儿怎么那么复杂呀 比舰队机关大院 还有威猛啊 他们进来吧 是 谢谢啊 刚才不好意思啊 现在是演习期间 戒备等级比较高 你姐万岁啊 哦 我们是838医院的 下次见了就知道了 你838医院的 那儿我常去啊 你哪个课的 家会见了我得告诉你 林总 要不我们先在这外面 简单撒一撒吧 忙吧 感谢感谢啊 来来来 干活了兄弟们啊 干活了干活了 他们有多少人 我没有看太清楚 不过大概有二十多个 对了 还有几个女兵 有没有什么特征 特征 年轻 特别年轻 就像是一堆新兵弹子 军官呢 军官也很年轻 他们带头的那个是很年轻 不对啊 之前我跟值班师打个电话核实过 不会错 他们在中间接断了电话 你的电话打他们那儿去了 他们带了什么装备 枪支 还有一些器械 大队长 这到底是一支什么部队啊 挺辛苦的啊 我们不辛苦 我们做的保障工作 哪能跟你们比啊 你们是哪个医院的呀 那个我们是几个单位抽调过来的 哪个医院都有 首长 能不能背我个忙啊 首长 你尽管只是 我这个太重了 能不能帮我背一下 来 给我 我试试 还真是有点沉啊 你说你们两个 刚才就是要在这看着 也不说过来帮帮忙 哥儿底哥 该去里面了 外面差不多了 把东西都带着进把手啊 走了 来来来 走了 快点快点 进去了 走了走了 走了 站上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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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领导啊 那个红色舰队什么时候攻占幼稿岛 应该 应该 也就是这两三天吧 那你能守住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 在演习规则里啊 只要守住三天 我们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那这些有那么大时间啊 那你们要行吗 才三天时间没什么问题 这一次啊 我们在耶和岛周围 固满了水 只要战斗一开始 光是排雷队一向 就够他们忙了好几天了 站住 他们是防疫站的 进去喷点药水 来 你看一下 大队长 各单位已经完成了 对警戒区域的搜索 没有发现潜入人员 知道了 什么味道 我去看一下 兄弟姐妹 手下留情啊 手下留情 你们这喷的什么啊 这么大味道 你放心吧 这个对身体没有任何危害的 就是一点醋酸 可以预防感冒的 可以了可以了 我觉得点到为止就行了 你们这就凯旋吧好吧 要不留在我们这吃个饭 不用了 下次姐妹 你再请我们吃饭吧 好 凯旋吧 谢谢啊 行了行了 兄姐 可以了 走吧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可以吸引他们出来两个项 来 集中一下 反光实力袖标 我们有多少套 发配下来以后 我们还没用 总共有三百多个 够了 足够了 报告 导演部第九号通报 什么人容 红色舰队正向我叶克岛 发起心理攻势 大队长 各单位报告 我们各个主要住民点 还有重点防御区域 都遭到了宣传弹的攻击 这些宣传弹 怎么撒得这么准 这是一种新型的定位弹 能够准确定位 马上派人搜索一下 看看附近有个定位器 是 你们两个跟我来 是 注意前进 面对蓝军的军事防御 我强大的红色舰队 已经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大队长 找到了 果然放置了定位器 这棒呢 查 是 怎么样 自己看吧 这个是分队长 对我们这棟作业 给出的总体评价 要是这样 这棟作业 又够巧 定一回来了 明天晚上八点钟 他们准时召开 战前适时动员大会 地点 这里 为什么会是晚上 为什么会在森林里 这个也好理解 野可岛现在在我军的监视当中 他们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 举办大型机会 这样会遭到我军的军事打击 开会的时候 我们悄悄练进去 然后当场散发宣传品 怎么样 肯定会吓他们一跳 有点意思啊 分队长说我们的作业平淡无奇 有了这个动作 我看他还能说什么 晚上开大会 他们肯定会防备着我们 肯定会戒备森严 戒备森严也没有多 开会的人那么多 谁认得谁啊 对 没错 还有很多小男位 是从演习之前 临时调过来的 不可能都认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